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今天教会是在常年期第十一周的主日 不过在我们全教区在这一天 是庆祝耶稣的圣体圣学的节日 所以我今天的道理就讲 这个关于耶稣圣体圣学 以及弥撒圣记 因为这是我们天主教信仰 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今天我们这三篇读经 都是讲基督的圣体圣学 不过是从旧约开始讲 后来就是在福音里头 耶稣怎么样建立了这个新约 最后还有那个第二篇读经 就是希伯来书信 把这个旧约的那个联盟 以及新约耶稣建立新约当中的关系 给我们交代了 这就是使得我们对于这个大庆日的了解 有更深的领悟 所以我们先从第一篇读经讲起的话 那个是《初孤记》第24章 那个描写是讲每次 先是叫一批青年人 就是摘了一支流毒 然后把那个靴分两部分 一部分放在盆里 后来要用的 别的一部分 他就把这个靴就撒在这个祭坛上 因为祭坛在我们弥赛里头 就是代表耶稣基督 代表天主 所以他先没有条件的 就把靴撒在祭坛上 就是从天主一方面 他是要跟人定立盟约 不过人怎么样呢 那就要看看 他刚才为什么能够把一半的靴 存在那个盆里 就是因为现在 他先要向人民来念 跟天主定立这个盟约 所谓所谓的约书 就是盟约的书 盟约的书是哪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初估计 第二十章 是那个天主事件 后来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章 所谓的是盟约文书 所以除了事件以外 最好都关于这个生活 特别是跟别人的这个关系 在有所交代 所以练完了以后 那些在场的人就说 这些话我们都愿意去实行 都愿意去做 他们既然答应了 这个时候每次 才把那个成范的那个血 撒在人民身上 所以就是没有血 就不能够立定盟约 在中国传统里的也有 所谓的插血为猛嘛 所以现在就旧约 就这样成立了 好 我们到了福音里头呢 今年我们因为 是在这个 是在这个 一年呢 所以我们念的呢 是这个 马尔古飞 马尔古飞呢 就是描写 耶稣怎么样 在晚餐天里头 先祝福了那个饼 说 这就是我的身体 哈利云拿起杯了 你们有葡萄酒 说 这个就是 新约的血 是永远猛约的血 所以这个 耶稣就把 希乃山的那个猛约 翻新了 现在用他自己的血 不是牛肚的血了 好了 我们在第二篇 《读经》里头 那个希伯来书信呢 就说了 假使救援里头 牛肚的血 能够去除他们的罪 活宽了 耶稣 我们救主的血 更能够 切尽我们的年薪 去去死亡的行为 使得我们来 侍奉 生活的天主 所以最后 他说 因此 他 就是耶稣 做了新约的中宝 他的死亡 捕捕了人 在前一个猛约下面 所犯的罪够 好使得那些猛招的人 获得所应许的 永恒的产业 所以我们今天 有这样三篇读经 叫我们了解 这个耶稣 圣体圣血 一直到我们今天 在我们生活里头 有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作用 愿天主 见福大家